传起全套技工道袍 在神桌前做准备 有模有样驾驶十足 让不少信众对他非常信赖 不过这名正姓姬同 日前才被信众指控欠钱不还 还神隐 现在又被镇头团体控诉 假冒法式行骗 对啊 这条版杉我搭没问题 你听说是吗 这条四版我没问题 被拍下搜针影片和被害人 依赖一网套价还假 位在新北的镇头团体说 当初正姓男子透过脸书 照上他们说是要举行安座绕镜 大手笔定了五队神匠 一顶神匠三颗官匠手 龙镇 省师团等镇头 粗股费用要三十万元 但是等到要付订金时 却要被害人到南投去拿钱 最后把人骗到酒店去 狂乘要去接公庙的会长 就一去不返连酒钱都没付 到了南投之后 他就一拖再拖 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 好像没有要见面这样 就后来他给我们那个地址啊 就是那个酒店啊 他上车就去就没回来啊 但是傻眼啊 被害人气得发动信众 在中南部找人 最后才找到正姓男子的 租屋地点 不要再上他的当了 不要再上他的当 专一些骗主 够生够怪 以生来骗大家的钱 一开始正姓男子还承诺会还款 但现在人又消失 根据了解在六月时 他就常常跟信众借款 耐账不还 出没地点在新庄 板桥桃源一带 被揭露之后本来以为正姓男子会学乖 没想到又在中南部 加班法师骗阵头 让被害人忍无可忍 希望可以提醒其他同行 别再上当受骗 三连新闻张德山刘雨景 他被报道